海螺造型的灯饰 明亮舒适又不是浪漫气氛的整体布置 这家位在信事路上 新开幕的复合式咖啡厅 亮丽登场也吸引路过民众的目光 特别是业者结合基隆著名的新鲜锁馆 设计出不同的养生套餐 争取民众和旅客的青睐 就连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也非常称赞 就是来这里吃饭嘛 那发现让我整个很惊讶 这家店的这个庄宝怎么这么漂亮 而且有一个小角落可以拍照 所以我就觉得还蛮不错 想要推荐给我们这个基隆市的乡亲 那包括外线市的乡亲也可以来这边来用餐 那这里的餐 刚刚我问老板娘说 她的餐的这个就是比较走这个健康餐 吃起来就像家里的味道 像家里的味道 而且真的因为我们在家里煮一定会比较重视健康嘛 不会跟在外面吃的感觉一定是不一样 那吃起来感觉就是很清淡 很清淡就是少油嘛 少盐嘛 对这吃起来就真的蛮不错的 业者表示既然是咖啡厅招牌的咖啡饮品绝对好喝 至于各种养生套餐和锅类 更是他们自己精心设计 少油少盐就是希望让客人 吃的健康也能享受餐点的美味 因为我是想走健康的路线 来符合大家现在的需求 所有我的青菜我都是用现蒸的 包括所有的食品食料 我全部都是用烤的 所以我们的餐就是少油少盐的健康餐 包括我们也有做锅 我们也是走健康餐的药膳锅 跟外面一般火锅有所做区别 包括我在当初要选菜的时候 我也选择我们有家乡味道的酱瓜 大家吃的都很怀念 所以也是说符合大家现在的需求 因为我们这家店是我自己女儿 她用心思 也是符合现在海洋 还有各方面的需求 她做这样的设计 包括电灯各方面都是我女儿自己挑选的 因为是我们自己的店 所以我们选择我们自己要的特色 所以说希望大家会喜欢 由于业者看好基隆新地标 基隆塔结合国际邮轮观光未来的商机 因缘忌讳下买下房子 开设这家咖啡厅 特别是咖啡厅就位在基隆塔下方的信寺路上 由下而上感受基隆塔不一样的魅力 希望能够为经过这里的民众和旅客 提供最好的餐饮服务 其实我之前就住在前面 就是异路那边 所以我的生活圈都刚好在附近 那刚好知道这边有房子要卖 我就赶快来这边 当然也是要借助基隆塔跟这边的商机 希望以后我看在这边又有客进来 我可以提供更好的一个场地 跟我们的餐点来为大家做服务这样子 店里面也特别设置一处网美墙 提供来喝咖啡以及用餐民众 拍照打卡的地方相当受到欢迎 业者欢迎路过经过咖啡厅的民众可别错过 进来喝杯咖啡享受不一样的养生餐点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开车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